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上热搜都是因为幸福恩爱穿搭好看 但涉及到小S的热搜肯定都是小S大哭 小S被家暴和小S老公深夜约会嫩磨 对于小S老公的种种只能说见惯了这种常规操作 粉丝们对于小S这个大大咧咧真心情的女人又爱又恨 老公出去酒吧约美 自己爽快转账 而她却脱家戴口照顾女儿 方方面面都节俭不行 每次老公的不检点行为被公仔捅破了 她还要冲出去帮他解释 帮他想理由骗大家 同时还一再欺骗自己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小S自爆不敢吼老公 印象里难得对老公大声说话的一次经历 是有一次自己在为家人煮面的时候 老公抓住一件事一直在数落他 最后他委屈到几点才吼了一声 你还要逼我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把自己关到厕所里 一个人哭着发泄情绪 没想到最后不是老公过来哄他 反而是婆婆敲门喊他出去吃饭 当时看到这段视频 内心的感受特别像 李旦看猪丹 只有两个字 卑微 一直以来 尽管小S在公众面前频频秀恩爱 但幸福和不幸福都是无法掩藏的 回首他14年的婚姻 掀开恩爱的遮羞布 底下简直一地狼藉 结婚前几年和老公徐亚军一起出现时 两人总是手牵着手 一副甜蜜的模样 但从2009年开始 情况就急转直下 先是跨年的时候 徐亚军被拍到和辣妹亲密搂压 小S急忙为老公开脱 说他很绅士 只是伸手扶了女生一下 还不到半年 徐亚军又被拍到出没夜店 还和衣着暴露的辣妹贴着耳朵热聊 小S依旧为老公解释 年轻人都喜欢去夜店 自己也喜欢去 那边音乐声比较大 贴着耳朵说话也正常 再然后 徐亚军婚内出轨的新闻 几乎成了月经贴 有网友戏称 小S和老公分工明确 一个频频爆出画面新闻 一个马不停蹄的充当灭火源 合作默契岛让人想想都心酸 而且徐亚军不仅感情上朝三暮四 事业上也频频爆出丑闻 2013年 徐亚军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 被举报使用人工相经 但是之前这家面包店的宣传点 就是纯天然 没有任何添加剂 身为代言人的小S 不得不出面道歉 受尽了媒体和公众的嘲讽 之后徐亚军又被媒体曝光 卷入了内线交易案 又是小S现身法院 为老公出庭作证 事业不行用情不专就算了 最可惜的是 徐亚军还对小S加棒 有期康熙来了 小S意外露出眼角伤痕 网友们纷纷猜测 她遭到了婚姻暴力 不过小S拒不承认 还开玩笑说 自己骑车摔倒眼角 像她老公 第一反应是拍个照 不然又会被大家讲 是她加暴小S 但这波打脸来太快 有一次小S做直播时 小女儿意外闯入镜头 小S问她 妈妈美不美 孩子先是说美 然后心疼地捧起妈妈的脸 这里疼不疼 被爸爸打坏了 有人说 一个女人幸不幸福 看脸就知道 这几年小S出现在工作面前 总是一副苍白的面孔 眼底是掩饰不了的疲惫 就差脑门上写 我不幸福了 花心 事业垃圾 打女人 一般人能想象的渣男特质 徐亚军几乎一个不辣 简直是渣男本渣 纯24K渣 也正因此 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 小S明明是颜值和收入双高的女明星 怎么就乐意替渣男擦屁股 似扛着不离婚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真爱无敌 事实显然没那么简单 小S的婚姻选择 从原始家庭中就能窥见缘由 小S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 她的爸爸是家中老妖 爷爷奶奶连生了七个女儿 仍然执着地要生一个儿子 而小S的妈妈只生了三个女儿 结果可想而知 不仅妈妈在家族中备受冷眼 连带着小S姐妹三个的日子也不好过 而且小S的爸爸训酒赌博 在外面还有女人 每当他赌博输了就要喝大酒 然后在家里打人 砸东西 耍酒疯 这时大S和妈妈充当保护者的角色 牢牢将小S护在身后 而小S只敢躲在门缝里偷偷地看 没有得到过父母完整的无条件的爱 又一直躲在妈妈和姐弟的语意下 小S的性格带有明显的缺陷 自我价值感低 自我价值感是指一个人 对自己的感觉和想法 高自我价值感的人会觉得 我可以 我值得 我配得 低自我价值感的人体现出来就是 我不行 我不值得 我不配 小S身上具有低自我价值感的两个显著特点 贬低自己 自我攻击 不相信自己是值得爱的 没有独立的自我 对亲密的人过分依赖 有一次 大小S同时参加一档节目 主持人问他们 觉不觉得自己从小就很漂亮 大S不假思索地给了肯定答案 觉得 而小S答案却充满自我否定 从小就很丑 不喜欢讲话 还有爆牙 大家都不喜欢我 小S的老板王伟中曾说过 他无法独立主持节目 必须有一个支撑点 早期这个支撑点是大S 姐妹两人一起上节目 敢通告 化妆 衣服 谈合作 大S一手包办 小S只是追随在姐姐的后面 后来大S转型去演偶像剧 小S一度失业 直到和蔡康永搭档康熙来了 由蔡康永控场 小S古灵精怪的主持风格 才得以充分发挥 后来康熙挺播 小S的视野再度陷入低谷 无论是姐姐好饿 还是直播节目 都达不到康熙的关注度 其实不光视野 在感情上 小S更需要支撑点 她早期依赖大S 结婚后 又把徐亚军当作了支撑点 当年和徐亚军结婚时 小S才26岁 又是亚洲综艺一姐 名利双收 风光无限 按理说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但她却在婚礼上 说了一句明显自我贬低的话 天呀 我徐希弟也有今天 在她看来 老公出身旺族 又是归国精英 这场婚姻 是她高攀了 而这种敌人一等的心思 一直持续到现在 她不敢放手 是因为打心眼里 就不认为自己 值得更好的 即便老公花心 家暴又无能 但她至少是个支撑点 让小S的自我得以存在 所信小S教育方案是很成功的 她生出来的三个女儿 不仅继承了她的颜值基因 而且个个都很优秀 其中小女儿Alice 年纪太小 资料也不多 但Alice的两个姐姐 都是极具潜力童心 2020年9月份的时候 服装品牌Joya 放出了小S大女儿 徐希文和二女儿 徐少恩拍摄的冬季大片 姐妹俩的高级脸 被网友称赞不已 感叹 笑起来真好看 神韵好像小S啊 尤其是大女儿 Alan 徐希文 她在拍摄 中亚这则冬季宣传广告之前 就已经拿下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代言 算是正式入圈了 这则消息刚刚传出去的时候 各路网友还纷纷表示费解 他们觉得 就算是新二代 也应该好好学习 而且表示 徐希文长的差强人意 能借代言 这其中肯定是还有猫腻的 其实小S的三个女儿 自出生之后 就不断被网友攻击 其颜值和相貌 长相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更是因为小S经常在 各大社交平台 翻出自己和女儿的丑照 女大十八遍 这句话在 徐希文和徐少恩的身上 展现的淋漓尽致 原本小时候 颜值普通的徐希文 如今竟长成了一张高级脸 较宽的眼距 反而有了 现在人们都在追捧的厌世感 被网友评论 壮脸韩国女星金高盈 出具颜值 徐希文的身材也非常好 还未成年的她 已经身材修长 展现出未来超模的气场 去年不仅接下了 多家品牌代言 而且在20年的9月份 还接下了 去谢专家青阳的代言 要知道青阳和小S 合作已经有14年了 徐希文刚刚入圈 就抢走了自己妈妈的饭碗 不过小S对此不仅不失落 反而更加高兴 一向古灵精怪的她 说这死孩子 怎么会摆出这种表情 分明是太崇拜我了 用这番说辞 打去自己女儿 徐希文的广告写真 可言语和表情中 简陋的 竟是一个母亲 骄傲和行为